大家好,我是爱与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盗漆无相之火 236-239 完全静默Smiles like Animal Spirit 把自己烧着了吧 炎火大作战盗漆魔偶见鬼240-243 只要我跑得够快傀儡 堂堂正正的决斗,限断时 盗漆堂长机关列阵244-247 机缘突破五关机械请立即离场 名神导作战机关阵列没有永恒 来承接上一批视频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无相之火的成就 我们需要在队友里面准备有水元素中继的角色 巴巴拉,行秋,星海,夜狼都行 准备好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九条阵五左上角地的气皮点 从那走过来 小伙伴们可以看我做一遍 然后你们再来 我们激活他之后 第一个技能躲一下技能砸地 我真的没躲开 然后等他用尽了拟太的牛 撞我们,还有这个青蛙 还有这个蝴蝶 第三个技能我们要接拳了 接拳之后把他击败 可以获得一个成就 还有一种成就我们可以一起拿 在他最开始的时候 雪条下面会有一个护盾条 我们用水元素角色中继 把他护盾条打消失 他会进入复苏状态 出现伤着火金盒 我们再用水元素角色 把他伤着火金盒都打灭 打灭 打咪 是打灭 那个,然后把他击败 就能拿到 一次性拿到两个成就 拿到这两个成就之后 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是需要让他进行两次复苏 就是这个 我们不能打灭其中的任何一堆火金盒 小伙伴们这么聪明 堪定知道的什么意思 让他这样进行两次复苏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也是一样的 不能打灭那个火金盒 一遮都不行 等他两次复苏之后 我们再把他击败 就能拿到这的成就 最后一个成就 也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挑战无相之火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 我们来收集魔偶见鬼的四个成就 最好在队伍里面带一个破盾角色 来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蛇神之手 右下角地的提皮点 从提皮点过来之后 我们先来激活魔偶见鬼 魔偶见鬼会有一次锁血 第一次锁血 他会向下砸地 一个很大范围的伤害性技能 小伙伴们记得躲一下 我们的第一的成就 需要在他嘲讽的时候 就是这个招手劣动作的时候 把他击败 所以我们要压他的血量 他使用这个技能的前提是 我们折他一点距离 大概两类英雄的神位 然后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达成成就的条件是 不能触罚他的往死之面 就是这个 我们角色得远 之后对他进行输出 就会触罚往死之面 但可可不会动 不能出现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正常地把它击败 就能获得起了堂堂正正的决斗 走起来吧 他的第三个成就是 不能被他的分身 不能被他的分身打到 我们可以被他本级打到 但不能被他分身打到 就能拿到这一成就 只要我跑得太快 最后一成就 也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击败魔尔见鬼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 我们来收集 长恒集装猎阵阵的 是这成就 我们可以从 这个副本 过来 或者是 从这个提皮点过来 都可以 好 到了 这个副本门丑之后 我们朝前走 然后趟向左手边 来找 这个长恒 激光猎阵 我们先下来激活它 激活它之后 把它打进状态 第一次所血的时候 它会召唤出 四个小机甲 我们的第一个成就 是让这四个机甲 都瘫痪一遍 不需要同时瘫痪 就是击打它的弱点 让它们都瘫痪一遍 就可以延续 好 就像这个 它瘫痪的时候 会赏一下 所以现在瘫痪了两个 还有这个水母 也是一样 它中机的时候 会暴露弱点 然后是这只螃蟹 我们不需要 让它同时瘫痪 四个同时瘫痪 有点太难了 只需要那个 都瘫痪一遍就行 来最后是这只螃蟹 它冬季的时候 会暴露弱点 我们打一下就行 这是四个怪物 捂着弱点的显示方式 小伙伴们可以看一下 都瘫痪一遍之后 就一直等待 等它们四个被母体照回去 我们不能把它们 试了打死 然后再来消灭地的大的 就能一次拿到两个成就 就是这个 机缘突破和武装机械 立即离场 之后我们再来一遍 这次最开始也一样 把它打进状态 等四个都出来之后 找那个身上带着光圈围绕的 裹青坑 我们把它击杀 击杀之后 本起就会处于瘫痪状态 我们要在 它的瘫痪状态下 把它击杀 就是这样 就能拿到我们的成就 最后一个成就 也是和小伙伴们一起 挑战长痕击装裂症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